歡迎來到吳董談大選 大選看吳董 台灣政治你就會看得懂 好 我們今天還是歡迎我們一個禮拜不見的主將人 大家都很想他的吳子佳董事長 阿傑好 各位網友大家晚安 今天阿傑把我們的Slogan改掉了 因為我們選總統好像已經進入殘局 覺得好像沒有什麼好選的這樣子 其實還很難講 還很難講 OK 變化多端 民進黨不要高興太早 真的喔 好 因為最近好像看起來韓國瑜回升了對不對 不是韓國瑜回升 而是韓國瑜現在呢 他現在變成一個國民黨丟包的一個孤兒 然後韓國瑜現在變成回到他北龍時代的韓國瑜 回到他當時一瓶礦泉水一碗滷肉飯時候的韓國瑜 回到他跟吳子佳一起上co-in節目的時候的韓國瑜 他回到原單位 歸零的韓國瑜 歸零的韓國瑜 歸零的韓國瑜現在反而變成更厲害了 他什麼這樣厲害你知道嗎 什麼 就是不要臉 超級不要臉的韓國瑜在台灣出現了 昏倒 我每天罵他 可是董事長他開始講政策 第一個就是回家睡覺 對 他每天有兩個行程三個行程 對 第二個就是一毛不拔 對 他都是寄生蟲戰法 就是去蹭 他去蹭別人的 寄生蟲戰法不是柯P的戰法 他為你柯P沒種啊 就不選啊 對 韓國瑜現在這個人就跳下來這樣 用這種寄生蟲戰法 一毛不粗嘛 一毛不拔嘛 每天胡說八道嘛 嗯 然後這個卓士金飛嘛 然後每天扮演著不同的劇本 就做台灣影帝啊 對 他就讓人跟你這樣搞啊 他現在變成你看 草包 痞子 無賴 講話不算話 對 落跑 所有壞的民生集於一生啊 對 他的網路聲量 是蔡英文的兩倍 對 你說你分去不 他現在的聲量沒有人追得上 對啊 對 每天都搞這個啊 對 他今天只有三個行程啊 兩個小時啊 對 現在沒有人在關心 韓國瑜每天睡幾個小時啊 沒有 沒人假的啊 對 但他每天的聲音 他就是你看他談兩岸政策 對 他談得比誰都好啊 張探政、蘇喜都放狗屁啊 沒有 你看說那個兩岸和平協議 他也他說他不敢 他也不敢說啊 他講的更簡單 他講兩岸關係 中共就是王八蛋跟爸爸嘛 對 你敢不敢講 我不敢講 但是我也聽不懂 他不是講給你聽啊 他講韓粉聽嘛 OK 韓粉愛他愛死啦 是 韓粉現在是 牢牢的鞏固在他偉大的領導者的中心啊 在旁邊 你看怎麼辦 韓國瑜已經變成台灣騎把 韓國瑜現在不是在選總統 他在選國民黨的下一屆當主席啦 總統他應該不會贏啦 但是這個實在讓我很 講完這句話 我都開始瘦瘦瘦瘦 你知道嗎 真的有贏了 我不知道要怎麼做 你知道嗎 你還要幫他辦見面會 我看到那個說法的時候 嚇死了 你還要幫他辦見面會 不要這樣 那這有什麼關係 真的嗎 他只要敢來 你怕什麼 OK 他敢來我還不怕他咧 對不對 他辦見面會我來幫他辦啊 我沒有說韓粉見面會 聽清楚啊 我叫吳粉見面會喔 吳子佳的粉絲跟韓國瑜對話嘛 來來來來 你敢敢來 對對對 來 吳子佳董事長的粉絲刷一整排愛心 聊天室刷一整排愛心 韓國瑜我太了解他了嘛 韓國瑜不是我的對手 沒關係啦 不過我們今天回到今天還是回到 我們已經公佈好幾天的 十月份的民調 對十月份的民調 那各位觀眾我還是跟大家再說明一下 因為過去呢 我們美麗老電子報做的這個六都民調 我們在十月開始改成 每個月做兩次 月中做一次 月底做一次的這個國政民調 所以這一次呢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是十月底的國政民調 十月底的國政民調 是十月的第二次民調 好來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國政民調的內容 來 國政民調呢 通常我們每次國政民調都會做的 就是經濟跟政治兩個部分 那各位 那這份民調 有效的樣本數是1086份 那那個 誤差只是正負2.9% 大概3% 那這個是前提 我先說不定給大家聽 那前面的這個 國內的整體經濟狀況的 這個評價的數字都跟上一期 各位看到左邊那個最右邊的這個箭頭 都是跟上一期 就是跟十月中的調查來做比較 那各位可以看到 經濟的部分的話 正向跟負向看起來都在誤差範圍之內 看起來沒有什麼變動 但是呢 蔡英文總統的信任度 這個正負的這個評價的這個比較 看起來是正向降低 負向也降低啦 但是這個數字都要誤差範圍之內 看起來有一個比較大的一個數字的變化 是這個 數字上院長的施政滿意度 正向的下滑了4.8% 負向上升了2.2% 也就是說 淨減少了 就是對他施政不滿意的 淨跟上 就一個半個月 淨增加了這個7個% 這個是這張表裡面比較重要的一個數字啦 那當然這個民進黨的好感度下降 那國民黨的好感度也下降 但是他們的負向評價也都同時下降 不過這個都在 我簡單補充一下 就是說這個兩個禮拜內 發生最大的事情就是因為 陳同佳事件 陳同佳的香港要到台灣來受審 結果蘇貞昌的表現 讓他自己個人的滿意度上下滑了 來回將近7個百分點 那你從這蘇貞昌的滿意度下滑的結果 也導致了蔡英文的滿意度下滑 等一下我們看到了 蔡英文總統的這個執政 他的支持度也在這一次的下滑 然後民進黨的好感度 還是維持大概贏國民黨 大概10%左右 這次現在剩下的是9.5%啦 這件事情我們要非常萬分的感謝韓國瑜的正確領導 讓國民黨一直在輸給民進黨大概輸10% 那這個政黨好感度的影響在哪裡呢 在立法委員的投票 OK 當然總統是直接影響了 可是立法委員投票就可以直接看得出來 我們現在看下一頁 好 我們看下一頁 那各位可以看到一下 這蔡英文總統的信任度 這個信任的他是綠色的這個曲線 不信任的是紅色的曲線 那各位看到他們在今年的8月 黃金交叉了之後 就是在6月的時候 蔡英文總統的信任度開始上升 大概8月出現黃金交叉 這兩期我們的調查 上一期是48.8對45.6 信任高過不信任 這一次是46.5 高過43.9 也是信任超過不信任 這個差異信任不信任之間 差異大概都在3%左右 總之來說 看起來這個數字是 信任蔡總統的人 還是比不信任他的人還來得多 這個跟上一期沒有什麼變動 是 好來我們看下一張 下一張呢 這個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個蘇貞昌院長的施政滿意度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不滿意跟滿意在這一期 在這一期出現交叉的變化 不滿意跟滿意跟在這一期出現交叉的變化 董事長這個是不是因為就是陳同家那件事情 造成結果 對 這是香港陳同家事件 也就是說 蔡英文從今年2月份的年輕人的支持度5% 到今天年輕人支持度到57% 這完全是因為香港的反送中事件的影響 也就是說我們今年2020的大選的 總體性的最大關鍵因素不是這個政府幹了什麼好事 而是我們的外部因素就是香港跟兩岸關係中美關係 整個影響到我們蔡英文總統大幅成長 剛好國民黨又很天才了 推出了一個這個世界上最大的超級白癡韓國瑜 所以這兩個因素就是外部的因素讓這個蔡英文成長 結果在最近兩個禮拜發生一個大事情 陳同家同一個 從一個香港過去讓蔡英文成長 剪刀槍 這一次香港讓蔡英文下滑 蔡英文下滑我們先看到就是蘇貞昌的施政 就變成負面評價高達47.47 正面是43.2 就是負面評價高於正面評價 那蘇貞昌為什麼要特別提呢 我要跟各位介紹 蘇貞昌陳菊 卓榮泰跟羅文嘉他們有一個陰謀集團 他們希望讓蘇貞昌繼續擔任行政院長 然後讓鄭文燦能夠接行政院長 所以今天你看到新聞有看到 卓榮泰好像接受媒體的訪問 有談到不分區立委的時候 他仍然希望蘇貞昌院長 能夠擔任在這個不分區的裡面 不分區名單 同時能夠繼續留在立法院 這就是這個拍刑瓜 其實他是要害這個蘇貞昌 害蔡英文 因為蔡英文現在呢 未來要維持四年不要跛腳 唯一的方案 就是他要兼黨主席 他要指派他能夠 長期信任的行政院長 這個看起來目前來講的話 蘇貞昌是唯一人選 但是蘇貞昌要把他幹掉 蘇貞昌就強勢的在這個大選當中拼命出風頭 結果呢 因為蘇貞昌本身也是民進黨一個草包 民進黨也有好幾個草包 蘇貞昌跟陳菊都是 我今天下午去開了陳菊的那個 我是被告我去開庭 我有可能被判刑這樣講 到時候我們看局勢發展 可是我有告訴法官說 我這半年來已經沒有罵陳菊了 市區已經有六個月沒有罵陳菊了 因為我怕影響整個大局嘛 所以法官把我做成紀錄 我有半年時間沒有罵陳菊 今天要罵他一下 陳菊跟蘇貞昌都是草包 好不好 大家講清楚 這個草包就在中央政府裡面 都變成全部是草包 然後草包幹嘛呢 要架空蔡英文 有極大的陰謀 這個極大的陰謀是在醞釀中 所以蘇貞昌這次衝過頭 從陳同佳世界一衝 衝壞了 他自己的民調下滑 然後這兩天你看到沒有大傻幣 在新北大傻幣 大傻幣旁邊站的是誰 蘇貞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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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邊站的是誰 羅志正 左邊站的是誰 柯知恩 蘇貞昌真壞 到新北大傻幣 把柯知恩放在旁邊 一邊是左邊柯知恩 右邊是羅志正 那他是希望誰當選 柯知恩當選還是羅志正當選 真糟糕這怎麼回答 當然是希望柯知恩當選 因為如果羅志正當選立委的話 下一屆就要跟蘇貞昌來真提名 所以他跑去 新北市板心水戰大傻幣 結果居然沒有揪總統去 然後揪了旁邊之洞 你們各位就上網去看一下 我就講這個畫面 所以這個蘇貞昌 這個矮子矮一肚子拐 他的壞行官一堆 他們現在追蹤他的工作 開始民進黨快贏了 就要準備架空這個 就要架空蔡英文了 加工蔡英文第一件事情 就是把蘇家權留在立法院內 抹黑蘇家權是他們最重要的工作 而他們本身兩個關係都不好 再看下一頁 好下一頁 那我們下一頁是這個信任指數 各位這個信任指數 是這個大利安先生創立的 這個信任指數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指數的數字 現在在台灣 跟上月相較 現在目前在台灣最受信任的政治人物 蔡英文 第二名是柯文哲 第三名是韓國瑜 那這個在調查這三位裡面 蔡英文總統的數字是47.8 他增加了0.6 柯文哲45.5 掉了1.3 這不知道是不是他最近 連續思源的關係 那韓國瑜呢 增加了一點點 32.9 這個我們可以告訴 台灣也是那個政治史上破紀錄 居然是說這個韓國瑜是 很不信任的46.1%的人 要來當選台灣總統 這個齁 這個齁 這個是台灣的這個奇法 我目前為止還是不相信 但是我看到這個數字以後 我跟全台灣的觀眾報告 這個好消息 這個很不信任韓國瑜的人 有46.1% 這個是一個好消息 有點不信任加很不信任 加起來來講的話 是超過60個百分點 就是台灣有60%的人不相信韓國瑜 這個代表什麼指標呢 代表這是個天花板 你這個人就有60幾都不相信你 然後你絕對不信任的46.1% 這個人是不可能當選總統的 因為信任度是一個基礎指標 當我看到這個基礎指標的時候 我今天晚上睡覺會心情會稍微好一點 好不好 再看下一頁 這個我們看一下齁 那個蔡總統的執政表現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齁 滿意蔡總統的執政表現 跟不滿意蔡總統的執政表現 我們看一下 那個滿意的執政表現的數字 竟然是低於在這一期 低於不滿意 也就是不滿意他執政表現的人變多了 48.8比44.9 這個跟上去差不多了 這一題不用討論 好我們來看下一頁 這個就是董事長發明一個數字 叫做黃金喇叭 來各位看一下這個喇叭口 有擴大還縮小了 來我們這一期的這個 這個10月的這個韓國瑜市場的信任度 不信任的63 信任他的28.4 那其實每一條明料 這個這一期的每一條明料 發表這幾天以來 2018年11月份開始追蹤 看到沒有 他從台灣最高的信任52.1%的 全國信任度52.1% 搞到現在剩28.4 對 董長你知道嗎 所有的政論節目 都只有拿這一張出來 為什麼你知道嗎 大家看完這一張 就比較心情好一點安心了 我怕死啊你知道嗎 怕死了被韓國瑜嚇壞了你知道嗎 是是是 這一個做總統 還敢會倒啦 大家嚇壞了你知道嗎 所以這個是有一個安定人心的功能 請各位一定要把這個 韓國瑜的信任度 要把它剪貼下來 在PTT快點傳播出去 告訴大家一個令人安心的好消息 就韓國瑜的不信任度是63個百分點 那這個百分點在全世界我告訴你 你不可能當選總統 他不管怎麼鬧 逃不過這個天花板 這是天羅地網 所以這個是天大的好消息 請大家告訴大家 這個要抱著睡覺 這樣你就睡不著 沒有你喔 讓你自己嚇死了你知道嗎 韓國瑜我已經被韓國瑜嚇壞了 好看下一頁 好來下一張 我們看一下喔 這個2020大選的民調喔 蔡英文韓國瑜的對決支持度啦 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47.8對30.9 這是這一期的數字喔 47.8對30.9 那上一期呢 上一期呢 是在10月中是51.6對32.5 那其實同時喔 藍綠的數字都一起下降 這個最大的下降其實是蔡英文 你看有沒有 51.6到41.8 這個超過五差值 對 對 超過這將近快四個百分點 對 這是誰幹的好事情 這是蘇貞昂幹的好事 所以民進黨首屬兩端 變來變去 一下要接受陳同佳 一下不接受陳同佳 是 司法正義就是一個很簡單的正義 你就做就好 就好 該怎麼辦怎麼辦 是柯P講的 我們在第一天討論這個題目的時候 我們就認為蔡英文會同意接受來 陳同佳到台灣來判刑 對 結果民進黨這個投機取巧 高拐變來變去 然後呢 這個蘇貞昂最天才的 搞了一個叫做魔鬼說 對 搞了魔鬼 我告訴你誰變魔鬼 對 變成蔡英文倒大煤 是 蘇貞昂闖禍蔡英文買單 是 好下一頁 好我們看下一張 那這個是我們這個 媒聊電子報這一期 其實每一期大家都重視著一張 這個民調的結果 那我來說明一下 各位我們先看第一欄 第一欄都是撒卡都 那撒卡都這次是 蔡涵宋 蔡英文總統領先 勝出啦 42.9對26.0 不過宋楚瑜在這裡有9.1% 這個是要值得注意的數字 那第二列呢 是 柯文哲如果拿親民黨的門票出來的話 這個數字超有趣 柯文哲竟然有24.7耶 跟韓國瑜24.6不相上下耶 他可能會打到第二名喔 但是蔡英文總統還是34.8勝出 可是大家可以看一下這一欄 其實我覺得最有意義的數字在旁邊 表態率跳到84.1 這表示什麼 柯文哲不出外選 很多人不想投票 也不是這樣講 現在這個就是說 表態率偏高這個事情喔 我們要這樣講 你要比較上一次2016的投票率多少 是 64% 64% 對 我們表態率比投票率已經高了嘛 表示什麼意思 表示這個票已經沒有空間了嘛 沒有你去羅洞的空間了 只有從對手身上拿過來 對 你沒有地方折球 沒有新的票了 沒有從沒有 因為他已經84%啊 緊繃啊 超過 算是64%嘛 對 所以怎麼會拿有新的 沒有所謂的上位開拓票員嘛 對 未開拓票員沒有了 全部clear 全部清了 所以這個盤繃緊了嘛 繃緊怎麼辦 從對手身上拿 拿不到怎麼辦 把對手打掛 讓對手下滑 是 我拿過來一票變兩票 拿不到一票怎麼辦 對 我就維持這邊 韓國瑜現在用這種招嘛 對 老子上不去對不對 對 把你搞下來 這招 韓國瑜這招也有用 但是你看到沒有 柯P如果出來的情況之下 很可怕 為什麼 蔡英文只贏10% 對 那柯P跟蔡英文是有 是有 互相移動關係喔 對 那這個10% 就會產生一個變數 柯P就一定會第二名 所以蔡英文第一名 柯P保證第二名 因為 你看到韓國瑜的三個數字 24.6跟26不動 上個 半個兩個禮拜前 也是這個數字 對 25左右不會動 都在誤差之類啊 對 可是柯P成長了 看到沒有 韓國瑜的個人部分來講的話 還是輸17%嘛 對 所以韓國瑜穩敗了 並敗無疑啦 但是柯P會有機會 但是目前看起來 這個到底還有沒有機會 好像很包 希望微薄 對 原因在哪裡 跟親民黨沒有搞好嗎 我覺得不是 我覺得是柯P決心不夠 嗯 韓國瑜這個人 從頭到尾都是個壞人 是 但他有一點非常勇敢 非常帶種 嗯 他要的東西 他就用搶的 用偷的 用爬的 什麼 他無所不用其極去爭取他要的位置 那柯P沒有這個決心 嗯 柯P搞個民眾黨 變成 蔡壁如黨 對 就是這樣子 他也不管這個事情 柯P沒有像韓國瑜一樣的決心 郭台銘沒有像韓國瑜一樣的決心 蔡英文沒有像韓國瑜一樣的決心 所以最後 這個有決心人 會獲得勝利 狹入相逢 對 勇者勝 勇者勝 對不對 所以狹入相逢勇者勝 你不要瞧不起這個草包無賴 他是勇敢的人 好不好 看下一頁 好 我看下一頁 這個是這個 蔡總統 他的那個 與民進黨全面執政之後 在各個政策面向他的滿意度 那各位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是一個複選題 這是一個複選題 那 我們開一題就好 對 最後一題是哪一題 是 最低的是哪一題 司法 司法改革 為什麼 陳同佳 是 所以蔡英文扣分是有沒有道理 有道理 有道理嘛 就陳同佳案嘛 是 就被扣分了嘛 對 對 所以這個沒有話講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 這個事情 看起來的話就是說 做天作孽不可活 製作孽有可為 有可為啦 天作孽不可活 再看下一頁 好 看下一張 下一張的調查是說 美國政府 美國政府重不重視台灣 欸 這個 2018的這個7月 做的這個 數字 幾乎一樣 44.1對42喔 結果現在喔 簡單講 而且 我們爭取時間 這一次創下 有史以來最高 台灣歷史新高 對 美國人重視台灣 老百姓覺得 美國重視台灣程度是56.5 為什麼 歷史新高 從來沒有過的 因為賣很多武器嗎 不過光是賣武器而已 它還有台灣 台北法案啊 還有台灣Traveling Act 還有最近的 國防部編了漢光演習的預算 是 要讓這個美軍顧問團到台灣來 直接指導我們的 戰術部分的指導 在攤頭兼敵 在所有的第一線作戰的 直接的作戰方式 是 我們以前有一首歌叫 九個軍人在一班 對不對 不是啊 九條好漢在一班 現在是六個軍人在一班 是 這六個人在一班的時候 有六個人裡面 每一個人都有會兩種技能 是 有一個人會通信 會作戰 一個人會醫護 會作戰 所以現在美軍在訓練台灣的兵 而且遺地訓練 到美國的聯兵營去 到美國 送到美國去訓練 所以從所未有的 對台灣的好 所以這個表示美國政府 這個是台灣人民的感受 而且是事實 這個代表什麼意思呢 代表韓國瑜不會當選 因為美國人不喜歡韓國瑜當選 好不好 下一題 2020的立委選舉 民眾的投票意向 來我們分兩邊看 投候選人的部分就是 會投給民進黨候選人的是 26.0 國民黨23.8 民眾黨3.9 實在力量1.8 OK 這個是有候選人喔 那沒有候選人的部分 是投政黨票 來各位看 政黨票民進黨29.8 國民黨28.2 民眾黨7.7 那實在力量3.1 不過董事長這看起來 如果實在力量3.1 他就沒有了 我現在跟各位講 我們的美麗島民調這一題非常重要 為什麼非常重要呢 每一個民調在談到政黨票的時候 他們都會提示政黨名稱 請受訪者來回答 就是美麗島電子報 美麗島民調不提示任何名稱 直接就詢問 就是盲問 就是我們不提示直接問 你會投給誰 然後你就開始自己講 由受訪者自己講出來的 所以我們這個是非常接近實在數 這個真實的數字 對 那這個真實的數字 我們可以看出來這個結果 就是你可以看到 這個民進黨跟國民黨 其實都在26%左右 23%左右 對 你知道嗎 這代表什麼意思 兩個都有可能過半 兩個都有可能過半 對 都有可能不過半 對 然後民眾黨在地方上只有3.19 表示民眾黨地方零席 一席都拿不到 對 實在力量的政黨票剩3.1 對 掛掉實在就沒有了 沒有了 你看了沒有 然後呢 民眾黨政黨票的部分 民進黨跟國民黨差不多 對 兩個一樣拿一樣席次 對 我估計大概15席15席 對 剩下3到4席跑到民眾黨 對 這理想情況 所以我目前估計 民進黨 國民黨的部分區席次相同 15 兩個30到31 對 然後民眾黨最多3到4席 3到4席 所以所謂海選部分區這個噱頭 這個事情跟事實不符 對 民眾黨最多當選席次 在今天的民調3到4席 那3到4席代表什麼意思呢 我跟各位介紹一下 大概時間到的時候會縮小 對 會低於這個數字 是 有可能低於5%以下 蛤 那就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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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可能政黨票零席 可是他只要過3%的話 就可以拿到政黨補助金 對對對 可是在這個整個情況之下 我認為民眾黨在這一次 柯P黨或民眾黨 最多只是扮演一個少數黨的地位 關鍵地位已經消失了 已經沒有了 因為有人會獨立過半對不對 因為民眾黨沒有在做行銷 民眾黨沒有決心嘛 剛剛講的 民眾黨現在所有的得票的來源 對 有一個直接的光源 叫做柯P 對 民眾黨只有一個產品 就是柯P 除了柯P以外 沒有第二項產品 所以民眾黨靠柯P個人 能夠我們今天能夠偵查出來 有7.7個百分點 很了不起啦 非常了不起啦 柯P一個人扛了民眾黨全部 對 你就問說蔡壁如幾%一定是0%嘛 所以靠柯P一個人拿7.7% 柯P了不起 對 但是這個隨著選舉的腳步的逼近 到最後10天投票前會不會改變 藍綠對決上升的情況之下 民眾黨還有沒有實際的得票率 我不曉得 到時候我們會有民調 會跟大家報告 但是這畢竟看起來是悲觀的 再看下一張 好這個比較簡單 這個我們剛剛看過的 對 這個我們剛剛看過的 各黨立委不過半 民眾期待 這一次立委不過半的人 是占46.6% 對 所以這兩黨都不會過半的可能性 也有可能兩黨都過半 是 所以大概是這個情況 目前來講的話 國民兩黨 適當適定律局 對 所以2020的選舉 我們大概知道 這個情況來講的話 柯P 大家最關心的柯P 民眾黨目前的情況 如果柯P沒有選總統 沒有選總統的情況之下 最多就是三到四席 那所有小黨 一夜之間全部泡沫化 我跟各位現在在這邊宣布 時代力量保證泡沫化 一席一席都沒有 除了區域選舉以外了 所以台灣未來是進入兩黨政治的時代 那柯P如果這個民眾黨 拿到三到四席的話 對整個大局不受影響 也沒有影響力啦 那柯P大概在2022以後 就會逐漸進入他 這個台灣民主政治的歷史的 歷史的這個櫥窗裡面去了 大概不會再有活動的空間 這我今天看起來的情況是如此 但是2022還有一段長的時間 我們希望柯P繼續努力 我們再看下面一個應該要談一下那個 董事長要休息一下嗎 好休息一下 好幫我們休息一下好了 來各位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我們來談一下 我們那個台北市第二選區的 立委的選情 那美麗島有 美麗島電子報有對這個選區 做一個清楚的民調 我們讓董事長休息一下喝口水 等一下我們馬上回來 吳董談大選 歡迎回到 吳董談大選 各位觀眾我們這一次呢 美麗島電子報針對台北市的第二選區 做了一個比較 很特殊 就是這個區域的這個立委 對我這一點我來跟大家解釋一下 人莫名其妙 為什麼突然間做這個民調 因為有一天我看到風傳媒在講說 陳正中家族 他的女兒叫陳怡傑 陳怡傑 要參加這個所謂的這個第二選區 就是大同區 大同區加403030 大同區加40 然後孫大謙在裡面選 說孫大謙要被勸退 所以我就打電話給孫大謙 孫大謙跟我講說他保證不會退 因為他是國民黨的候選人 在這種情況之下 外面謠言滿天飛 所以說有人要給錢給孫大謙 孫大謙跟我講完之後 我說好大謙 上個禮拜我給他打電話 我說那我做個民調看看 看你知不知道第三名 第三名有可能會退啊 所以我就為了孫大謙的一個電話 我就做了這個民調 我看起來孫大謙就有個第二名 這個雖然已經做了嘛 我就把大家公佈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有些謠言不可信 數據來證明一切 就剛剛聊天室很多人在批評我 美麗島的這個 今天的這個所謂的同上人數 不管是兩千人五千人一萬人 美麗島民調的公信力 被AIT被國台辦確定是內參民調 跟我的線上人數 跟我的民調的公信力有什麼關係啊 所以請聊天室的這些奇怪的朋友 水準稍微高一點 知識水準不高的人 請你滾回家睡覺 不用點我吃掉好不好 我看了會嗎 看了實在是很沒 就是降低我們台灣人的IQ啦 那這個人叫做韓國瑜 不是我們這種人 我們這種人是高水平的人好不好 我們來回到這個台北市第二選區 好我們來看這第二選區民調 我跟大家再補充一下 這一區就是大同全區加4038例 來直接看數字 我們看何志偉 哇搖搖領先 38.8 那孫大千剛好是他的一半 16.6 那陳怡傑第三名 6.2 那可是喔 為正面回答的 沒有為明確的回答 有31.0 有31% 對那這個呢 這個數字呢 我要請董長看一下喔 如果他這樣看起來 何志偉都分掉了啊 他贏第二名贏一半耶 我說這個民調 不是為了何志偉做 我是為了孫大仙做的啦 我現在講說陳怡傑是6.2%的人 要去收買16.2%啦 這個有點荒謬嘛 因為藍軍想要集中成一股力量 來對抗綠軍嘛 那這個兩個加起來變成一股力量 確實是對的 可是你陳怡傑本身 是所謂的這種 老社子區的這種 陳振東 你知道他現在是 親民黨的立委嗎 我知道 但他這次是五黨籍出來選 是是是是 所以他一直是變來變去 那陳怡傑誰我不知道 他爸爸我認識啦 是是是 陳振東我是認識的啦 是 陳振東是一個我認識的人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又仔細看了一下 就是陳怡傑本身 他最重要的區域 你看下一頁 好我們看一下 來我們看一下最多人 支持的區 那 對大概是這樣子 就是孫大謙在枝山岩市分區 大概拿到26% 那個修書新黨 那這個何志偉在藍州市分區 拿到57%多 那陳怡傑 在他自己的這個大龍 大龍跟建成市分區 只拿到10% 是 10%的 所以孫大謙其實他不用拿 因為枝山岩市分區 就是國民黨基本盤 對 所以躺在那邊不要選 他也是有這個基本盤 是 當然現在還是早 但目前看起來的話 何志偉要要領先 主要是我要做這個民調 有一個目的 要打破一個謠言 就是孫大謙會選到底 他不會被其他的不正當的人士收買 當然關鍵的時間是11月22號 12號選舉登記下去之後 就不會有任何的變化 目前我們看到的孫大謙是第二名 然後第二名跟第三名呢 其實差距蠻大的 第一名是何志偉的38 第二名是孫大謙的16 第三名是陳怡傑的6 現在聽說6要勸退16 這個邏輯上不通嘛 大謙昨天我跟他講這個事情 孫大謙我跟他打了電話 我說我今天會公布這個民調 他說終於還他一個清白 他也跟我講他選得很辛苦 他每天早上都在跟那些 六點鐘起來跟那些送車 我不知道 我還不知道什麼叫送車 結果知道有很多阿公阿嬤 坐遊覽車出去玩 他們就在那邊招手 早上六點鐘就要起床 他們要上車送水 他們要上車送水 然後再來 他們要走的時候下車 然後鑽在那個車邊揮手 這選立委都要幹這個事嗎 選議員選議員都要做這件事 那我保證不選立委不選議員 而且五點半要起床 不是 你要看到不是這個人起床 這個事情很無聊 你看韓國瑜多棒 韓國瑜今天要到一個叫做豆腐皮的店 到門口 對 連豆腐皮的店進去都不進去 在門口就跟你胡說八道 然後他今天人家在高雄市議會 為了總預算打架 對 他跑去哪裡 他跑去吃虎夜靈 對 他就假裝冒充他是蔣中正 這個是選總統 所以選總統 照我們選來差不多啦 選總統可以睡到下午五點鐘再起床 哇 那有夠爽耶 對不對 哪也是那天早上六點鐘起床 有可能 五點半要起來六點送車 對啊 你看看 標準是六點送車 我們現在台灣的 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崔大仙 一天只有三個行程兩個小時 他中午在起床 結果我們的蔡英文總統也跟他講說 我起的比你早 所以現在台灣選總統選到 總統在比賽誰起床比較早 而沒有人在談政見 政見跟人無關的 沒有人在關心年輕人 沒有人關心台灣的未來 再比誰在睡懶覺 這是一個台灣民主的奇蹟 好 我們這一節講到這裡 等一下我們馬上回來 大家 想念已久的 五董給你問 五董在你問 你的問題準備好了嗎 加上一個QA放在聊天室 讓董事長來Cue你的問題 好來 我們等一下馬上回來 好 歡迎回到五董台大選 各位觀眾 這個很多 很多觀眾都有跟我反應 說他們最想念的就是 五董給你問 五董在你問 因為董事長休息了這個一個禮拜 能發現 不管在網路上或是電視 沒有辦法有人這樣子回答大家的問題 只有董事長而已 好 所以請大家就是每個禮拜四 還是要準時收看五董台大選 好我們先來看今天的第一題 董事長 2020兩大黨的立委選情都非常的緊繃 剛剛我們的民調數字也證明這件事情 如果最後十天發動告急規對的戰術 對第三勢力的席次 是不是會有非常強的殺傷力 目前柯P沒有選總統的情況之下 會由母機來帶動 我覺得 時代力量應該出局了 是 一點機會都沒有 民眾黨再差應該還有5%以上 是 我認為這是一個基本盤的問題 因為柯P確實在過去幾年當中 都個人維持20%影響力 不至於到最後連基本盤都過不了 所以我的估計就是最後藍綠對決 幹到最後的情況 最後十天 那個時候 我還會再有五董台大選 我們會做滾動式民調 我不能公佈民調 但是也要注意 韓國瑜講的 請注意我的眼神就知道有幾票 好不好 每一條電子報 每次做選前的滾動式的民調 都非常非常的準 通常上次我們台北市長的 最後的誤差是0.5 對 差一點點而已 非常非常準 好來第二題 這個請問吳董 如果韓國瑜當選 你對台灣的未來會有什麼看法 第一個 韓國瑜如果當選的話 兩岸關係立刻良好 因為他馬上恢復九二共識 然後九二共識 他也管理什麼一中各 都無所謂 都沒關係 但老美就昏倒 美國人昏倒了 你知道嗎 其實我嚴格講 韓國瑜當選 對我個人的觀點來看的話 並不是一個很壞的一件事情 因為韓國瑜他有一個優點 他非常懶惰 他說睡到中午起床 那台灣另外一個總統 也非常懶惰 可是權力很大 那李登輝 李登輝不太管行政院長 真的 李登輝是充分授權的一個總統 把國家管得非常好 如果韓國瑜每天繼續睡覺 睡到中午的話 其實台灣就會憲法 會回到所謂的行政院長的雙手長制 往雙 往行政院的授權的方向去發展的話 對國災其實不見得是什麼壞事情 好 下一題 好下一題 這個董事長他問你說 真正投票的時候 也是列出政黨給你選 那你為什麼還堅持要這樣做民調 難道這樣做是預測最低的得票數嗎 他應該再問你 11月22號才會真正的政黨才會出現 在今天以前都不確定 所以今天以前我們全部是用被動式的 就是請觀眾回答 請受訪者回答 當11月22號以後 我就會把已經合格的政黨名稱奴列下來 請大家選擇 這個是預測方式不一樣 因為時間一定要到正式登記為準 現在目前我們是這種推估的 好不好 那下一題 董事長他要問你說 這個中美貿易會如何影響 這個香港的反送中 這個會不會影響 其實香港的反送中 已經是一個不歸路的民主運動 那香港的民主運動應該反過來看 香港的民主運動 會不會被中美貿易影響 這個問題應該這樣問比較對 那我認為不會 因為香港人尤其勇武派這些人不會停了 你看到最近有很多人在香港在主張什麼 主張說請要放緩腳步 要建好就收 要等到11月24號地區議員選舉完了以後再看 結果這些勇武派的年輕人甩都不甩你 繼續幹到底 因為年輕人很清楚 香港年輕人非常勇敢 他們在幹的目標是什麼目標 他不是跟你談談選舉 他也不是跟你談 他叫做爭是什麼 他叫爭的是一個民主運動的結果 那這個民主運動的結果會是什麼樣的結果 當然是一個比較悲劇的結果 可是這個悲劇的結果 在香港人敢犧牲的情況之下 拼下去的結果 我覺得就是剛剛講的一句話 狹路相逢勇者勝 因為你這個體制 中共的體制 是不可能接受香港真普選 真普選這個事情 現在目前他們要香港人 現在北京當局不願意接受 他說中英聯合聲明是歷史文件 所以這個事情被美國人挑戰了 所以中美貿易並不是關鍵 而美國人跟中國 華盛頓當局跟北京當局的直接衝突 已經在各種不同的角落出現了 他變成長期化的鬥爭 而最嚴重的是明年才是真正的開始 因為明年川普要選舉 川普要選舉的情況之下 我最近看到金燦榮教授 就是中國的軍方的教授 在他的世紀大講堂演講中提到一句話 明年最危險的是台灣牌 美國會打台灣牌 打台灣牌下去的話 就會有直接軍事衝突的可能性 這個是最可怕的事情 他們擔心明年會發生 所以反送中不會停 這個運動不會停 一代一代人會幹下去 我認為一旦這個民主的列車開了以後 就很難再收回了 可是他的香港年輕人 會非常勇敢繼續幹下去 我不認為中美貿易會對他的實質上有什麼影響 應該是中美關係 美國會不會持續的 在國際社會表態 支持香港的民主運動 當然會 那個叫什麼 這是美國價值 他沒有辦法 否認這個事情 然後香港的年輕人不會停止 香港年輕人不會停止 好來我們先下一題 請問吳董 如果柯P繼續搞見面會 那整檔票有沒有可能衝到10% 他說這個月柯P都沒有搞見面會 感覺會有點點點點 柯P現在有兩大問題 我最近寫了一封信給柯P 我私下寫一封信給柯P 柯P大概內容我告訴他一個關鍵問題 因為柯P的支持度 大部分來自於年輕人中間選票高等知識分子 這個叫做中間選民 這個中間選民有一個非常大的焦慮 叫什麼焦慮呢 其實那個叫什麼 叫做相對剝奪感 叫做年輕人的機會 叫做年輕人的未來 跟台灣的國家競爭力 跟台灣的未來 這個整個事件裡面叫什麼東西呢 這個整個事情裡面 我們台灣的年輕人今天淪落到今天的沒有競爭力的程度 有非常複雜的原因 但當然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國際大環境造成我們產業外移 可是柯P 我提醒柯P把台灣民眾黨的定位 要跟台灣民眾 要跟台灣社會做一個公布 什麼定位呢 我個人認為 要去公平正義 再講一遍 公平跟正義 才是台灣民眾黨必須要追求的兩大主張 因為台灣是一個不公平的社會 是一個沒有正義的社會 陳菊今天敢告我 他在高雄明明趙家寶貪污 他還敢告我 這是不正義的地方 公平的地方在哪裡呢 因為新潮流吃香喝辣 吃得光光的 新潮流年輕人 二十幾歲 三十歲就會貪污了 那我們大部分在勞辛苦工作的人沒有 然後另外一個全世界的趨勢更糟糕的 資本利得跟生產利得的關係 已經出現一個絕對性的衝突 資本利得就投資利得 用錢賺錢的 錢賺錢可以掌握無數的資源 然後你辛苦工作的人 或辛苦勞動的人 永遠沒有辦法跟錢賺錢人比較 而且這個財富的分配 已經越來越大 這叫做公平的問題 這個事情政府一定要介入才能處理 政府用財稅的方法可以處理 可不可以蓋更多的社會住宅 所以公平跟正義是年輕人現在最迫切需要的 是要得到的一個機會 這個機會有了公平正義的 這個用國家力量的介入 維持公平正義的原則 或是讓他維持這個公平機會的話 年輕人就的階級流動的停滯的現象 才有可能改善 那我認為公平正義應該是柯P這個民眾黨的 應該要做的最重要的兩大主張 這兩大主張如果柯P提出來了 再來辦見面會 那我們這個五種談大選 就變成什麼樣子 我告訴你好不好 你們知道嗎 美國有個電台 這個電台老闆叫班農 班農幹什麼 班農就是幫川普選舉 那我就來幹班農 你知道嗎 我每天在鼓吹革命 鼓吹公平正義的台灣民眾黨 那這個東西就會變成 我們就變成一個宗教 我們變宗教台了嘛 因為我們的宗教台 追求的是年輕人的機會嘛 這個很簡單 就是公平正義的前提先出現了 再來辦見面會 這兩個加起來就有意義的東西 那這個是民進黨現在認為已經贏了嘛 不甩年輕人了嘛 也不在乎年輕人票 也不做年輕政策嘛 到現在為止民進黨沒有政策啊 國民黨韓國瑜有政策嗎 沒有政策啊 因為他知道他輸了嘛 所以在今年的選舉垃圾時間裡面 叫做中間選民跟年輕人不重要 沒有人爭取你 所以沒有政策 那這個是柯P的機會嘛 那柯P應該要看到這個機會 勇敢的向裡面 勇敢的往這個機會上去捕捉這個機會 才是民眾黨的 真正在台灣社會立足的基礎 才是他的這個定海神針嘛 如果這個他沒有去做很可惜 好我們給武董刷一整排鼓掌好嗎 我們讓武董休息一下 等一下我們馬上回來 第二趴的武董給你問 武董在你問 歡迎回到武董台大選 各位觀眾我們趕快進入武董給你問 武董在你問啦 今天的最後兩題 來立體 中美處於兩個不同的經濟週期 那這個 美國是繁榮十年的末期 中國是七年衰退的末期 這是為什麼美國在一年半的貿易戰中 屢屢要極限施壓 美國想要閃電戰快速逼翔 可是共產黨不在日韓 不必他有硬骨頭 現在形勢越來越有力 美國聯邦聯儲 今年已經降息三次的 美國國債倒掛已經接近半年了 未來一年美國經濟進入衰退 可能會出賣台灣跟大陸苟合 他說台灣該怎麼辦 講一個最簡單的事情 美國中美貿易衝突裡面的協議談判 其中最重要的點是什麼點呢 就是一個就是你的這個 他的科技嘛 這是專利權的問題 就是他的知識財產權的管理 你沒有辦法用過去的方式 用這種低成本或免費的取得 美國的知識財產權 那我現在講一個東西 那美國的產品的附加價值 你看Apple本身 他不做任何生產 他做設計 所以Apple的賺的錢是什麼錢 全部是IP的IP right 就是所謂知識財產權 所以如果美國維持有60%的獲利 都來自於知識財產權的話 那中共如果還在做代工的產業的話 沒有辦法做2025 或是做高科技的提升的話 那怎麼會 那中美怎麼競爭呢 那這個在競爭力的基礎上來講的話 你現在談到的是經濟的cycle 它在競爭力的基礎上來講的話 中共就已經輸了一大截了 遠遠不如嘛 因為你技術的層次上 科技上你就輸了很多 對 它現在唯一輸你的地方 就是華為的5G嘛 對 它到處封殺你啊 讓你華為不能生存 沒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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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你歐洲能夠得到一些機會 對 它也在這邊不斷的在封殺你啊 對 你看得很清楚的 不要吹牛嘛 是 現在講一個中心電工中心通訊嘛 對 它一封殺中心通訊 你就知道說你的科技有多弱嘛 對馬上就知道 你這怎麼會 怎麼會怎麼會 怎麼會它硬骨頭怎麼硬 那如果硬骨頭的話 你中心通訊硬到底啊 為什麼不敢硬呢 所以阿共沒那麼硬啦 嘴巴硬而已啦 有些東西叫綜合國力 那科技才是基礎嘛 所以我認為目前來講的話 美國已經把台灣 放成它的第一島鏈的 戰略前沿 印太戰略的第一島 第一線的戰略前沿 然後跟這個已經行隔世景了 中美關係或中美台關係 已經變成一個非常緊張的關係啦 那目前應該 北京有面臨到非常大的壓力才對的 好 那我們看下一題 請問董事長 他現在目前韓國瑜 夾持韓粉選總統 以鋼鐵韓粉這麼龐大的數量 就算輸了總統大選 選上選後當上國民黨主席 的可能性很大 2024又是韓出來代表國民黨 選總統的可能性 是不是很高呢 這是不是代表國民黨的未來 就會變成極端的民粹黨 如果2024又是韓出來當選選總統的話 那國民黨就注定要走入歷史的焚化爐了嘛 因為完全沒有任何機會 因為韓國瑜並不會成長嘛 韓國瑜年齡太大了 60歲了啦 但是我認為韓國瑜有可能輸掉總統之後 他有可能會去拚這個國民黨黨主席啦 這個可能性是存在的 也就是說國民黨這個政黨 百年政黨要承載著台灣人民的未來的期待 這件事情看起來似乎是比民進黨要更不爭氣一點嘛 今天又傳出來說連戰要請朱立倫當競選總部的主委嘛 其中的最重要的敏感的事情好像是要推連勝文當不分區嘛 所以你看看連戰都跑出來了 這個國民黨怎麼期待 相較於民進黨的這些如狼似虎的貪婪的這些派系 他反而是吃人不吐骨頭的 所以這些狼 這是一個狼跟兔子的戰爭啦 那這些狼 民進黨這個狼群 是沒有能力搞定北京的 他是在北京在兩岸關係上面是倒退的 他碰到老美是磕頭的 是一個窩囊的政黨 是一個金銀權掛鉤的政黨 是一個不重視會把台灣搞垮的政黨 但是他吃定國民黨了 因為國民黨更爛 所以這就是台灣這個民主政治的一個悲哀啦 可是到了明年看到的 還是國民兩黨 是主要在做民主政治的兩黨政治的基礎 非常遺憾的 這今年台灣民眾黨 沒有辦法變成一個關鍵手術黨啦 那錯過這個歷史的時機 我們要等待下一個歷史的時機 那可能是十年二十年以後啦 那台灣看起來 未來是比較悲觀的 好 以上是今天的吳董談大選 非常謝謝各位觀眾的參與 如果大家很想吳董的話 請都上一下這個 吳董談大選的粉絲專頁 來留言 給董事長還有製作單位一些鼓勵 那今天非常謝謝各位的參與 然後也辛苦董事長 那我們下個禮拜四 晚上九點鐘 同一時間 請大家不離不棄 不見不散 再回到吳董談大選 謝謝 謝謝